您好 歡迎收看9月2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李慧 海培颱風它的路線往南修 準備是朝花東地區來逼近 因此呢 花蓮縣消防局在汗應變中心 在2號3午8點就提升為二級開設 並且召開整備會議 現場徐正衛親自擔任指揮官坐鎮 各局處的首長還有相關單位的主管都列席 持續來監控颱風的動向 現場徐正衛表示 根據中央氣象局一報顯示 中台海培颱風將夾帶封閉的雨量 請請相關單位以及民眾千萬不要輕忽 尤其山區要嚴防土石流 以及目前在山區的民眾 請務必配合警察單位即時下山 且即刻起禁止民眾上山以及登山 直到颱風情報結束為止 那如果已經申請的登山證 也禁止上山 從今天開始禁止上山 這個要一直到下禮拜 排風情報結束之後 第二個 就是我們的建設處 有關於 因為它的強降有24小時 如此大的雨量 雨勢尤其在多位地區 又逢我們現在是應該是16、17、18 努力的時候 這也是大小事情 所以怕我們的內水能幫好排出 所以請我們的建設處 因為它已經涵蓋了整個花園線了 所以請建設處一定務必 我們的清溝的部分一定要做好 排水溝一定要做好 還有每一次的熱點 水溝會一臉的熱點的部分 一定要做好準備 剛才有看到 你請開國7月以前在外面 這很好 非常好 我們中心又開了訪台準備 很好 還有就是各相關單位 針對於自己有工程 或是任何的招牌 路數 一定要把它做好 來準備 9月7上午9點 由縣長徐振偉 率花園線消防局 災害一面中心 與行政院召開試訓 整備會議 行政院長陳建仁 內政部長林又昌 以及相關單位列席 縣長徐振偉表示 感謝中央單位 特別召開這次整備會議 面對海匯颱風的來襲 花園線部營正以待 各項基本準備工作 已經做好完備 包括酌西巷 以及萬能湘收容 也開始準備完成 各相關單位也會加強宣導 提醒民眾務必做好 各項防臺準備 記得喜歡歡迎歡迎收看